百万级南奇色料擦床笔记 今天是见证师傅实战经验分享的第六块石头 师傅今年二月份去瓦城封的包 最终以一百多万的价格成交 由于行内生意价格比较敏感 这里只能给到一个大概的价格参考 这是这块料子没擦床之前的样子 师傅说是南奇的窗口 料子还没回到瑞丽的时候 已经被师傅擦到两个小口 今天要把这个车 这个是一个黄奇的 别人说这是厚姜 别人说厚姜漂亮 但是南奇不比厚经常 切这种东西机会比较少 所以你学的时候要细细地用这么学 师傅说这个料子属于艳艳的水色 整个袋子是贯穿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裂系比较多 因为南奇厚姜一类的长口 裂系是通病 但是优点是种水部分较好 可以借底 对于这样的色料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 这块石头整体的擦窗思路 并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技术手段 师傅大多数的料子对接的是 毫内的材料市场 不需要在开窗瓶箱上迎合外行 这也是目前翡翠原始生态中 比较健康的赛道 视频中所有的画面均为客观记录 希望能给玩家朋友们一个比较底层的经验参考 这块料子开窗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在不商料的情况下 窥探色带的走向 宽度 以及底章的一些变化 为后续的切盘做准备 所以一些扭裂杂脏 均不去遮掩 以便同行后续更精准地打架 流通获利 以此达到良性循环 这块料子行内称之为水色 色在料子内部的形态呈丝带状 由于肿水较高 在光下呈现满色的效应 翡翠的颜色属于光学效应 理论上来讲没有绝对均匀的颜色 这块料子的水色属于比较上乘的品项 你看吧 这么大了 你想怎么样吗 这个石头插出来 整体效果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么大颗的单位 看得到吗 看到 你细细地研究一下 当时没插之前 而插出来了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以后你看到这种饰料 一定不要放多 一定要记住 什么是水色 什么是花色 这些你要记清楚 一点点色 它就可以放得很开 那种叫水色 就融在里面找不到色根的那种叫水色 那这种嘛就是 有有夸色带 但是看上去去像水色一样的 它是属于总很好 然后可以放 只要见光它就会硬底 对对对 就灯面一个人打过去 这个价格这不好说啊 因为这个大小的不知道怎么说 几百万一颗也是它 几十万一颗也是它 就看大小 你大的话是几百万 小的话是几十万 那怎么样都是几十万一颗的 不是那种 几万块一颗的东西 所以还没泡光啊 这色是这样走的 到时候它做到面的时候 这个是在底下 如果用这个面做 它整个蛋面会花掉 但是如果放在侧面的话 它整个蛋面的色就很均匀很舒服 这些是做到面的人就懂 等起来摔去 今天算是完成了 开窗前跟开窗后 涨幅比有多少 涨幅比这种不好说吧 就是按照开窗前的价格 跟现在的价格不算 不算翻一个倍是正常的 但是你说本来它也就是能看得到的东西嘛 你说想翻很多倍是不太可能的 只是说你 隔路大 多做一颗 那就多一倍 隔路小 一颗变成两颗 你就没钱赚 就这种概念 按照现在开窗料来算的话 应该能赚一倍吧 一倍有多 一倍有多 我师父是老梁 下期再见